你好我是加尼 今天的主題是聊聊冠冠大賽的名單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2月4號 NBA在今天公布了2020年冠冠大賽的四位人選 分別是胡人隊的魔獸、魔術隊的Edwin Gordon 熱火隊的小Jones跟公路隊的Pat Connerton 我們先從魔獸開始聊 他的生日是12月8號射手座 身高6尺10是四位參賽者中最高的 34歲的年紀也是四位參賽者中最大的 但今年本著一顆浪子回頭的心 再一次挑戰冠冠大賽 實際上他是2008年冠冠大賽的冠軍 也是四位參賽者中唯一曾經拿過冠冠大賽冠軍的球員 這裡稍微有點傷感 因為魔獸曾經表示過 今年的冠冠大賽本來要請老大跟他做搭配 但老大已經離開我們了 現在我好奇的是魔獸會請誰來做搭配 論江湖地位又要可以代表胡人隊的話 也許魔術強身是個不錯的人選 我們再來看看到時魔獸請誰來做搭配 這一點是我個人相當好奇的 接著來聊魔術隊的Aaron Golden 身高6尺8 甚至是9月16號處女座 近年來冠冠大賽最好看的對決 絕對是2016年Golden跟Ravin的對決 這應該是近20年來最好看的雙人對決 甚至有很多人認為這次的對決是 80年代Michael Jordan跟Wikings雙人對決之後 聯盟中最精彩的一次 但最終贏家是Ravin 所以Aaron Golden有個外號 最強亞軍 這真的沒有辦法 只能說遇到大魔王 Ravin的灌籃真的太飄逸 而這位大魔王今年沒參加 所以Aaron Golden是有機會 拿下生涯第一次的灌籃大賽冠軍 我們再來看看Aaron Golden 今年又會做出什麼驚人的動作 第三位是熱火隊的小Jones 身高6尺6 甚至是2月15號水平座 實際上他在2017年有參加過灌搭賽 可是當年的冠軍是目前仍在勇士隊的Robinson 不過小Jones的彈跳能力是無庸置疑的 他在比賽中常常上演不講道理的灌籃 特別是他起飛後的高度相當可怕 所以如果Aaron Golden要拿冠軍 也許小Jones是一名需要注意的對手 第四位是公路隊的Pakarnerton 身高6尺5生日是1月6號摩羯佐 他也是這次參賽的球員中 唯一一位的白籃球員 但如果你以為他跳不高你就錯了 因為在選秀會前 他的垂直彈跳高度測試出來有44英吋 這是非常出色的數據 甚至比三次灌籃大賽冠軍 而NBA上一次有白籃球員拿下冠籃大賽冠軍 是1996年的Brand Barrick 他用一個發射線起跳的冠籃拿下冠軍 重點是他並沒有脫外套 當年他想表示的是 不要認為只有黑人才會飛 白人其實也會飛 所以Pakarnerton能不能成為Brand Barrick之後 聯盟第一位拿下冠籃大賽冠軍的白人呢 我個人是相當期待的 接下來聊一下在今年 我自己原本期待三位球員參加冠大賽 可是他們最後都沒有參加 第一位當然是Lavin 因為Alan Golden參賽了 所以當然想看到這兩人再次對決 但Lavin最終是沒有出賽的 開個玩笑說也好啦 讓其他人有機會表現一下也是OK的 第二位是灰熊的新秀Jan Moran 實際上NBA官方是有邀請他的 但他也要保持健康準備下半賽季的賽事而婉拒了 目前灰熊在西區排名第8名 Moran這個理由當然是合理的 但本季他多次在場上上演暴力美學的灌籃動作 所以我個人其實很期待他參加 如果今天的灌籃大賽是他跟Lavin還有Golden 這下就非常熱鬧了 可惜他拒絕了 我們未來再期待看看 第三位是老將Vince Carter 96年的灌籃大賽冠軍是Brenn Berry 97年冠軍是老大Coby Bryant 接下來聯盟一直到2000年才有灌籃大賽 而冠軍就是Vince Carter 實際上今年也是Vince Carter的最後一個賽季 包括翠陽在社群網站上多次表示希望看到Vince Carter再飛一次 而且不只是翠陽而已 當年奧運會上死亡之扣的背景主角 法國中鋒Wise 他也在社群網站上表示希望全明星賽時可以跟Vince Carter再上演一次當年的死亡之扣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氣 而且如果Vince Carter再穿上暴龍隊15號的球衣灌籃 應該很多球迷會哭吧 但可惜的是Vince Carter最終並沒有參賽 真的真的可惜了 至於誰會拿下今年冠籃大賽的冠軍呢 我自己心中的人選是熱火隊的小Jones 至於你們的想法是誰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們輕鬆的聊聊邊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影片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一個事實的鼓勵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姜妮 我們下次見 拜拜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